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买了一个三斤的大草鱼 分享一个草鱼的新吃法 先剪掉鱼鳍 切掉鱼头 鱼尾处切一刀 轻轻拍打鱼背去除鱼心线 这样鱼心线就取出来了 背面的操作一样 从鱼尾处将鱼肉给片下来 背面的操作一样 剪下来的鱼肉给它切成条 将鱼放入大碗中 最后将鱼骨剁成小块 切好的鱼块给它腌一下 加入食盐 胡椒粉 料酒一勺 生抽两勺 老抽少量 蚝油一勺 再加入一勺老干妈 然后将鱼块抓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颜值半个小时 适量葱姜蒜 大蒜给它切成粒就可以 生姜切片 大葱切断 装入盘中 准备一个洗净的洋葱 从中间切开 洋葱切丝 放入盘中 金针菇切去根地 将金针菇从中间切开 后面给它抖散 装入盘中 一口砂锅 加入食用油 加入一小把花椒 小火将花椒煸香 出花椒味之后 加入葱姜蒜 继续煸香 葱姜蒜炒香之后 关火 加入洋葱 将洋葱均匀到 给它铺开 铺一层金针菇 将用腌好的鱼块 均匀地码在锅里 最后放上鱼头 盐入锅边 倒入一瓶啤酒 盖上盖子 开大火烧开 已经开锅了 开锅之后转中火 炖十分钟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已经熟了 关火 做好的一块 撒适量的香菜 草鱼这样做鲜香味 美特别的好吃 喜欢你也去试试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